把相机交给孩子 他们会拍些什么 去年9月我在云南的一所村小拍摄 许多孩子对我手中的相机产生好奇 他们止不住要跑过来看 顺着相机的镜头能看见些什么 学校的支教老师告诉我 他们在进行一个相机漂流的项目 把征集来的相机交到孩子们的手里 这个相机漂流项目 在云南甘肃的一些乡村小学 由支教老师们带领着进行 我很好奇孩子们都会拍一些什么样的照片 在收到近一年来 百余为孩子超过4万张照片后 我试图在这些照片里找到一些规律 去理解孩子们眼里看到的世界 我从支教老师们那里听说 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第一次接触相机 他们惶恐 谨慎 又带着兴奋地学习到如何按快门后 迫不及待地留下一张自拍 不仅是镜中的倒影 还有光照下自己的影子 朋友的影子 更多 更多的朋友 以及 模仿动物 兔子吃草 或者是 椅子的微笑 几何开始在镜头里出现 最初是一个光点 再倒一个圆 各种圆 一根线 几根线 越来越多交错的线 又连成了四边形 直到这些形状成为画框 困住了想要留住的影像 香叶田间 植物更是必不可少 树 干枯的树 草 地缝里长出的草 花 生长着的花 瓶里 地上的花 以及 花一样的菜帮子 在乡村 农作物也出现得格外频繁 玉米 因其多变的形态 在其中脱颖而出 以及 自然中出现的各种颜色 蓝 绿 红 动物 散养的狗 猫 村里最常见的鸡 羊 牛 马 还有昆虫 当然出现最多的 还是日常生活的碎片 他打篮球 他也打篮球 他踢足球 他们拔河 他们也拔河 他以轻秀突出的长相 在不同人的相机里 反复出现 朋友 家人 陌生人 拍摄 把过去发生的一瞬定格 留作纪念 来 何老师的原始 生活 欢迎来到天安门 可爱 罗布刀 除了这些似乎有共性 和规律的画面 还有一些 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的瞬间 在试图分类和理解 他们想要留下的影像后 我更想 听他们说 我为什么想拍照 因为我想 激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最想拍的是我的亲人 因为我害怕他们 有一天会离我而去 就是这张 奶奶 因为奶奶那个年代 没有拍过照 他们贫穷 就没有拍过婚纱照 所以我想跟奶奶拍好多照片 因为我弟弟从小到大 刚出生的时候的照片都非常的少 所以我想 把他小时候的样子都拍下来 最想拍的是植物 我感到 如果有一天 阳光没有了 那植物 在世上的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晚上的 有雨霞 有红档 这张是我在我家门前 无聊的时候 拿着相机去拍摄的一张戏 因为当时 我被我妈妈骂了 就心情也有一点低落 就感觉 这张拍得 非常的好看 还有坠落的那张太阳 因为那里面有一种 回忆的颜色 因为那张照片是我和我爸爸第一次一起拍的 然后我就很开心 到了后来的时候呢 拿回去了很多次的现机嘛 他就能不能和我一起拍摄 感觉很孤独 拿扫把下来扫地的时候 就他们就拦拦地把扫把扫把当作人乐器来玩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场面那种 那种场面那种很开心 然后我就把它给拍下来了 我弟弟就说 姐姐帮我拍一下云 刚好看见我手中的水平 然后感觉 感觉我就身处在那种动漫里的一样 然后就把手中的瓶子对着天空云 云就会自动地钻进瓶子里一样 刚摘下眼镜 然后周围都是模糊的 然后我就用镜头对准了眼镜 我发现和我眼睛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感觉这一刻其实见视眼也不是很苦恼 妈妈很忙碌 然后平时陪我的时间也不多 只是放你长假的时候过去找妈妈 跟妈妈去到加油站 然后她做她的 然后我就写作业 下午的话妈妈少忙一点 在办公室里面做表的话 我就会给她拍一些照 我妈妈相处的时间很短 就是一个是纪念 然后她就是也没怎么拍过照吧 就是想给她拍拍 然后让她看看自己忙碌的样子 认真的样子 其实很好看 水泥地板和街上的月亮两个前来 我就想让我用镜子拍了 把她们每个都拍下来 感觉她们两个好像是一对姐妹一样 很好的姐妹在晚上的时候一起出去约会 我带着我带相机去我家地里 就是里面的桃花 桃子的桃色花 开了我就一直拍她们 我最喜欢我拍那张旋软的照片 就是拍出我喜欢的那样子 就中间有桃花 然后其他的色态都流动起来 我拍了一张很像裙子的蜘蛛网 旁边围满了绿叶 阳光打在她的身上 像一个阳光的少女 公共厕所旁外面有一个洗手台 洗手台上面是一张是一个镜子 然后旁边又是一些刚开的花 虽然说公共厕所这边没有阳光 可是镜中却有了阳光 七明节的时候 我们回去看爷爷的爷爷的坟墓 因为妹妹想说摘一朵花 让妈妈和陪她一起去 我就拍下了就了 我想玩家像这边一圈的时候 一些人去给你记录一下 就走到前面对楼团有误解 可能我是平常 那个环境遭乱差的 我们家那边的风景 好久因为是在那个山地上走 然后可能拍 有的时候会拍到一些录路 一直拍到以前的话 像这路一来的话 就当然不愿许 接下来两人可以记录一下 只要我去到我乡境 去过任何地方都过去以外 去过就是我们这边的媳妇去做杀副课 拍了一些菜的照片之类的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热闹的产生之类的 我觉得拍照的话 它是一个很自由的载体 它向我的另一双眼睛 替我留下了我来过的足迹 这些乡村的孩子们 或是父母常年不在身边 或是跟随祖父母生活 或是住在学校 他们看上去或许有些羞涩 或许有些沉默 但他们的心在涌动 那些美好的情感 许多的期盼 些许的遗憾 他们不再被讲述 他们用相机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会打你那边 不停啊 有天啊